古今重要戰役一百活, 主持梁錦祥, 鐵藍 其實很有趣, 上天對藍宋是不差的, 岳飛死了之後就給你一個新藝術 那你也不用? 一樣不用, 宋朝寫在哪裏呢, 是寫在皇帝小器那裏 宋朝的皇帝由後面那幾個, 基本上沒有什麼大將之風 受了一點, 人家不太當你皇帝, 那條戲就不順了 他應該這樣說, 他們沒有什麼想法 譬如說, 我現在管了九龍城, 我已經很開心 你看成吉斯坦不是的, 成吉斯坦永遠不滿足 去到哪裏一定是再跟著再擴張 但是藍宋呢, 我想亦都很典型傳統中國那種態度 就是說, 他很希望處於一種穩定的狀態 那這種是一種很典型中國的農業社會那種這樣的心態 還有一種很可愛的, 當時他的政策是什麼 是演武修慢 就是你在那麽動盪的時代裏面, 你竟然是用這個政策 他因爲這樣, 他吸收了唐朝的反鎮國隊的歷史 唐朝的那個也是跟我們剛才說的有關 譬如說在漢朝, 他一直有兇奴打進來 那當時打不打呢是爭了很久的 是 因爲最初的方式就是說, 你來喝個課稅 譬如你奪了一瓶, 我們給贖金 但是搞到宋武當時就是不行的 就是越搞就越離譜的 那又開了會的 那其實都是兩派的, 有人打, 有人不打的 那結果就打得比較好一點 那你一邊打下去的快, 結果一個問題就去到 就是打得贏的人回來, 就會對黃帝產生威脅 那這個是classic的 就是上個兩個禮拜我都講到 到現在還是有這個問題 但這個是皇帝自己留 你看看其實, 你看那麼多的朝代 好打的那些, 基本上好用樂飛啊什麼的 基本上他都突破不了那種 那但是你就沒有想到宋朝那個起源就是黃毛嘉珊 那原本不是皇帝來的 那但是現在你 那就是臨時的班下面的班下屬叫你給你上去 即是他有這麼多心結 有, 有這個心結在這裡 他有個傳說怎樣呢 就是那段歷史這樣 就是說, 宋太祖就趙康人 就是堆壞了這個後堂 那他弟弟已經堆壞了, 傳說就是這樣 那跟著就, 那個藍堂後主李旭呢 還在那裡的嘛 那天天叫他老婆進去嘛 那就搞他嘛 那後來都是不行了, 要堆壞你了 堆壞李旭了 那李旭就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文才很好的人 那麽大家知道 那爲什麽爲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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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爲什麽呢 是傳說他輪迴 就説他殺了李旭旭 就是幾十年之後呢 他輪迴翻臉了宋太宗 所以他這個宋朝呢 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來的 就是民間摘帽子 我相信是相當之成熟的 是 軍事上呢, 你不能說他太差 但是呢 他長期有這種那麽的 就是怕這些武官造反 是 所以他出了很多很好的武官 武者 武者 就是很好的將軍 是呀 但是每次都是基於那麽 就是這種那麽的文化問題 就不能夠成長 那真是一個classic 就是繼岳飛之後 另一個classic 就是 原本是一個可以好 很有武功的一個人來的 但是他做不到將軍 我已經看了 武者 他比岳飛更慘 岳飛都說光光烈 打幾個大將 武者 他連打都沒得打 他連打都沒得打 我只試過打50 其實打50萬 打二大萬 是啊 這個已經剩下說了 他為什麽要去大 我們說那個發生的年份是多少時候呢 就是162年 是162年 但是我們說他要去 去回南宋 就是投奔自由 宋高中高調接見他 然後就給了一個 就是給了這些 皇帝的那些 那些聖子 就說我封一下耿經做那些 那你就做文物 就是兩個都封官的 然後他就帶著那些 批文 那些聖子 就打算回去找耿經 怎麽知道 回到一半已經發覺耿經 然後已經被他的手下打掛了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因為金世忠 就是斑拿了那個特赦令 令到很多當時做賊 或者是一些義軍人 就是反叛 變成叛軍 就是反叛他的老闆 然後就走了出來 那其中一個呢 就是 他那個耿經的手下 叫張世忠 不是張安國 張安國 就殺了耿經 然後呢 就投奔金國 那 身體一聽到這件事之後 那 他不是就說 哦 就這樣玩完了 就這樣收檔 他不是 他呢 可能就是義氣 那時候有些黑社會 他就是義氣 他呢 他呢 竟然帶著五十旗 就衝進去這個金營 當時張安國 已經是去了金國的軍營裏面 喝酒作樂 而且在等著封鎖 很開心 是很開心 他真的想不到 當時 身體一竟竟然帶五十多人 帶五十多人 就夠膽衝進去一個五萬人的軍營 最好笑 當時就是 他衝進去 他不是說 我真的要打打他 不是 也有些聰明的 就是說 他想找張安國 感覺上就好像說 我都來投奔你 那張安國是誰 原來是耿經旁邊的秘書 讓他進來 一進來 他就翻台 不是殺他 殺他很容易 是生禽他回去 這樣才是難的 這個是特種部隊的感覺 這是特種部隊的做法 就是五十個人 就可以衝進去 那你屎怎麼記載 五十個人 衝進去營裡面 這件事 當時他說 連皇帝 連皇帝都覺得 嘩厲害 就是 生禽就抓他回來 抓他出來之後 去到營地斬首之後 這件事是轟動了整個南宋 大家都覺得生禽就是一個 可造之材 所以後來 宋高宗有召見過他聊天 後來到宋高宗傳位給宋孝宗之後 孝宗亦都召見過他 最初是宋高宗 因為宋高宗不太相信打德的人 給了一個小職位去做 後來到宋孝宗 就打算要北伐 曾經邀請過新喜侄去聊天 但可惜呢 新喜侄就像我們《功夫》 《功夫》 裡面有個鐵布衣 師兄說過他 我的人就這麼直 新喜侄就是這樣 我的人就這麼直 因為太直 就搞到宋高宗不開心 不開心之後呢 那句話 不知道 或者說他 說新喜侄說話是 不喜歡轉彎抹角 很喜歡 不喜歡轉彎抹角就好 但皇帝不喜歡聽 你說話暗直 比如說宋高宗這樣打 他就說你傻吧 這樣打就不行 那就死定了 你老闆 你要奏著老闆說話 即使你老闆弱智也好 你也要遷奏著 用一些方法 將你這套話說給他聽 因為結局都是要由皇帝批來的 所以就算你這套話好得 但你屁性的方法不行 那其實你只會埋沒了自己的行歷 我們待會再去研究 即是後來怎樣 但我們現在歷史上 我們就不會太清楚 這個五十單騎 直入對方的軍營 因為外面有五萬人 入到他怎麼走 這個問題 其實我也覺得這樣的 你看一下 張安國是一個投降的人 那你抓他走 你猜當時的金國士兵 會不會很緊張要救他 那才是問題 如果不然就抓住人子 那些人子 你堆壞他 我真的有可能 你抓了他就要抓我 我跟他很熟 所以有一個 至少金國人不是很傾向救他 第二 亦都想不到 新喜會這麼大膽 夠膽在五萬人裏 捉一條人走 所以這件事 其實就是 這場景是怎樣拍法的 這個場景 這個場景很厲害 這個場景 那個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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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苗 那一人 一騎當千 那一人 衝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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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懷疑他衝進去的時候 沒有打 衝進去是見他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感覺上 我也是來 我也是來投奔的 跟你一樣 我也是來投奔你的 誰知道一來就抓了他 但走的時候 說得很厲害 人們圍攻他 打了一輪 然後抓了他上馬 然後押著馬 然後走 所以其實 如果有看過這部電影 拍得不錯 他在謝苗做得不錯 現在的人都不太記得 誰是謝苗 謝苗就是 洪熙觀裏面那個 好看 我看那個是很厲害的 即是他和李廉潔一起拍 即是兩個人做同一個動作 但是是兩個人都這麼純熟 我記得是一支槍 兩支槍 那現在就 我相信沒有什麼同性 做得回謝苗當年的 但很可惜 現在沒有人記得 沒有人記得謝苗是誰 你說回這個 即是如果我們看 首先那樣東西 就是膽識問題 是 意氣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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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一隻馬應該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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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一份工 你老闆都死了 那如果一般人 即是一間公司倒閉 那你不會有什麼事情搞的 他不是的 老闆被人打倒閉 他有很大 即是五十人 他打五萬人 是很大機會死的 那這些真是 年輕人的左道 當時他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那他就夠膽死 即是什麼都不想 即是二字當頭 有些報仇 對你這種行為 我不像你這種行為 我就要抓你回來 還有如果你是五十五萬人 那如果在這個 即是頭目裡的廣告 我讓你進來 我讓你進來 是呀 我讓你進來 我為什麼要害怕你 但結果真的不是 他就套了他 套了他 又不能說叫戰役 但其實就是 我也很強調 這個是所謂的特種部隊的初刑 是呀 他一抓了他之後 他就馬不停蹄 直接道河這個淮河 去到這個健康城斬首 你想想 這種行為 其實 擺在任何什麼年代都 都是值得人家敬佩的 即是就算現在都 你想想 就算美軍當年抓了拉登 都是當場射了 不是 美軍抓了拉登哥 跟這個不能比的 但是人家有了 就是要把所有的technical support 是不是 還要在百孤看著你怎麼做 不是的 他這個是很典型的那種 即是說 是近乎恐怖主義的 哈哈哈哈 我是這個 但是 你是恐怖主義才是不怕死的 不是 他22歲 這個年紀真的 不會想那麼多 就是 還有可能 鄧經對他 可能真的 都幾棄重 所以 我覺得他有點 復仇的感覺 所以 不是算厲害 而是說 不是算我 我抓到張安國 會有什麼好處 不要想這些 但你猜他們平時 這幾十人的訓練是怎樣的 訓練是怎樣的 很難說的 不過你看看後來 辛義哲的練兵的方法 就是他後來訓練了另一隊軍隊 都能夠很短時間訓練 挺一隊很強的軍隊 你知道 辛義哲不是一個 不像Rambo那種個人主義英雄 是有teamwork的 是有teamwork的 還有他對他訓練 是一個很好的教練 就是他對戰略 對訓練方式 我想是有一套很特別的方法 就是他有天分 但是很可惜 就是中國傳統在這方面 那種軍事的訓練 是留下的文献太少了 是啊 他那一份東西都沒有 在網上找到 那些什麼 那些美琴十輪那些 那些都找不到 嗯 那他跟著後來 就 皇帝給你什麼 assignment 去做呢 給了一個 管糧食的小官去做 他一生 其實他二十二歲 殺了張安國 就是山禽張安國 然後殺了他 然後回到南宋 其實以這樣的名聲 這樣的聲譽 起碼都應該給你一個武官去做 不是喔 竟然給了一個管糧食的小官 狗品之貌做 這些很奇怪的 其實宋朝真的 對武者是 很有戒心 就是覺得你懂功夫 打得 他反而更加害怕了你 直至到宋孝宗上場之後 恢復了岳飛的聲譽之後 好像很勵精同志 真的很想北伐的時候 曾經又約見過新喜宅 那新喜宅 又是說話 可能太直了 令到孝宗聽完之後 就不太開心 又把他扁了做這些官仔 所以你看到 南宋滅亡 不是武官的問題 是民官的問題 所以很可笑 我經常說 新喜宅有個外號 叫池宗之龍 因為他寫詞寫得很好 所以叫池宗之龍 但我覺得他好像 是肚子浸家龍 說池宗之龍 是一個小池塘的龍 就是在南宋滅亡了 可惜 還有他在 他在 頭的二十年 他22歲到42歲 那二十年 基本上 他是完全沒有受重用 差不多他是 做了三十年官 被人調任了三十七次 即是一去到那裡 就跟別人說 每次都是 因為 我都說 天才最慘的 天才最慘就是 不喜歡跟春人在一起 他不喜歡跟春人在一起 他又不會 我都不喜歡跟春人在一起 他流於 被人看得到 別人就不高興 那很多人呢 多時就 彈劾他了 即是他任這麼多官 在他一生裏面 被人彈劾過七次 直到他後來 去到這個 做這個 湖南官 湖南 最重要的 現在我highlight這裡 就有寫 就是他任湖南 安府市 湖南大家知道的了 中間一句說話就是 無傷不成君 就算你現在去到深圳 你看到那些湖南人 如果大家要劈油 就差不多都要去湖南 他一在湖南 他又搞了一支地方軍隊 叫湖南飛虎軍 是呀 我聽過名字都很帥 但是他 他不是知道很多人 是2000步兵 500馬車 是呀 那已經搞了 搞了之後 就已經是 他代表很厲害 叫洪鎮一方 江湖南為江上 朱軍之館 你想想這個人 這個人 這個人 是 就是 我想是 如果你給他發揮 應該是一個軍事天才 給他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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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谷 靈谷 您 妳 是 に 背大